7月23日,黑龙江齐齐哈尔市一中学体育馆鼎坍塌,目前至少11人死亡。 事发时,该校女排队员在训练。 初步调查,鼎鹏违规堆放的珍珠岩因降女增重,超过屋顶何在而坍塌。 最新消息,截至24日上午10时,齐齐哈尔市第34中学校体育馆楼顶坍塌事故中最后一名被困学生搜到,已死亡。 此次事故共造成11人死亡。 24日早上,央视新闻称,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第34中学体育馆23日发生坍塌后,金河时,事发时,馆内共19人,15人被困,4人自行脱险。 截至24日凌晨5时30分,4人已死亡,6人救治无效死亡,4人无生命危险,仍有一人被困。 华龙网23日报道称,当时下午2时56分,该学校体育馆坍塌,事发时正在学校门口的张女士说,听到轰隆一声,以为是打雷, 后来才知道是楼塌了。 张女士表示,该体育馆修缮了很多年,事发当日,当地在下雨,没想到楼塌了。 多名知情人透露,当时学校放暑假,只有校队女排队员在体育馆内训练,这些队员是从各年级选拔出来的,前几天才在外地比完赛,最近两天才回学校。 报道还称,现场被埋的人员中包括女排教练。 中国青年报23日晚,消息称,在齐齐哈尔市第一院急诊大厅里,一位被困女生的父亲接上说,16岁的女儿是该校排球队队员,下半年开学上初三。 这段时间,女儿和排球队其他队员正在学校集训,他们马上要去湖北比赛。 华龙网还称,知情人士告知,体育馆旁曾是一片空地,学校在此处种植向日葵和玉米等。 去年年底,学校将此空地用于修建学校附属综合楼,师生发现工人将施工用的带装材料堆放在体育馆楼顶。 该知情人说,体育馆已有20多年了,很多地方年就失修,怀疑楼顶堆放这么多东西,会不会出事。 铺满半个楼顶的带装材料一直到事发前都未被搬走。 央视新闻24日称,初步调查,施工单位违规将珍珠岩堆至体育馆屋顶。 因降雨,珍珠岩净水增重,屋顶核在增大引发坍塌。 目前,教学综合楼施工单位责任人已被控制。 中国消防消息显示,坍塌体育馆建筑面积约1200平方米,墙体为网架结构,顶棚为混凝土板。 公开信息,该体育馆建成于1997年,投资230万人民币。 洋国自身建筑面积约1200平方米,墙体育馆导,加密货币。 参加连线写8504日称赞睡眠服务部。 下单位 demons 친eth 어린 cryptic을 확인하실 수 있는지 방송, 假计,复材料, tilted 일요일요等。 看见像 callous video on the camera, 酷 Salut Thoughts 安全帘学力给我说话 春雪们 春雪们 有人吗 有人吗 整个上面是顶 从顶上都塌下来了 给人都砸裂了 23日下午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34中学体育馆屋顶突然全面坍塌 大量人员被困 知情者称 事发时正值暑假 学校女排队员正在体育馆内训练 而事发前 楼顶曾堆积了大量水泥袋 综合大陆媒体报道 坍塌发生在23日下午近30 据报现场有10余人被困 截至当晚22点25分 官方称第11名被困者被挖出 但没有透露仍有多少人被困 以及死伤情况 现场视频显示 体育馆顶棚坍塌后 体育馆地面变成一片废墟 只有四面墙被处理 废墟上钢筋混凝土遍布 有人被压在废墟下面 没有任何反应 据报道 这座坍塌的体育馆建筑面积约有1200平方米 约363平 墙体为网架结构 顶棚为混凝土版 目击者张女士对华龙王表达 事发时抵动的直到名口 听到分工医生 本来以为是打雷 后来才知道是为啥 张女士透露 事发体育馆休了很多年 今天当地一直在下雨 没想到就塌了 还有多位知情人士透露 事发时正值学校放暑假 只有校队女排队员在体育馆内训练 队员们前几天刚刚在外地结束比赛回校 对于这起灾祸 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提出疑问 我心中还有几个疑问 一是什么原因导致一所中学的体育馆 发生顶红完全坍塌 2772是第34中学体育馆招标单位 是哪家 有网友指责严查豆腐渣工程 也有网友怀疑是危险施工导致 事发前 建筑工人在屋顶上放了很多水泥袋 压榻的 搜救现场有大量水泥袋 有人发了发布事发前楼顶的照片 显示当时有很多疑似沙袋的物品 密密麻麻堆放在体育馆楼顶 并且有车还在运过来 而楼顶坍塌后的照片显示 事发现场确实出现大量沙袋装物品 有网友称 事发前房顶被一家施工单位放了水泥沙子 都是吊车吊上去的 把房顶的排水口也堵住了 房顶的水泥沙子加上雨水 才不堪重负 还有一次当地网友称 确实是有很多袋子在现场 这是我学校 现在旁边一栋楼在施工 就在体育馆上面堆了很多类似水泥的东西 应该是很沉 整个上面这是顶 从顶上都塌下来了 给人都砸里了 就是这一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少是五个孩子啊 至少是五个孩子 现在已经明确的告诉我们 现在已经明确的告诉我们 有两个孩子没有生命体重 而且送来就没有生命体重 在这个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 甚至六个小时 这是时间里边 谁都干啥了 都在干什么 你们孩子没有生命体重 你们不需要跟家属沟通一下吗 家属家里有老人 后事需要处理 不需要准备一下吗 抢救了这么长时间 谁给我们家属沟通一声吗 来了的全是警察 在站的这些人里边 有教育局的 有政府的 你们从来了 谁也不做声 谁也不说话 你们在这里边干什么 让你们在这干什么 你们当地探吗 你们在问起话吗 在给领导汇报吗 医生也不出来 医生是不是要把抢救孩子这个过程 相关情况要跟我们随时沟通 没有一个沟通 现在已经明确了 那个孩子 第一个孩子被雨昕没了 我着急了 我跟警察说 我说你跟医生跟我们沟通一下 没人沟通 警察来是执勤的 防止有人闹事 防止有人闹事 政府来的工作人员 没有站出来跟家属做工作 问问家属什么情况 有什么诉求 没有任何一个工作人员 跟家属有沟通 一直到这个魏雨昕没了 我着急了 我让警察不能沟通 我说你跟医生沟通一下 把孩子的情况反馈给我们 也沟通不了 后来我自己进去了 我说这样 我说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 我孩子什么情况 你告诉我医生 哪怕是没了 让我提前有个心理准备 让家里老人提前有个心理准备 告诉我 好 几个家长一起进去了 最后 说你留下 我单独跟你沟通 说孩子送来 我姑娘 我姑娘 我送外地回来 我姑娘可能是大概 五点钟左右 七 六 七点钟左右 七点多送了 现在几点 十二点 这么长时间 没有任何人给我们任何一个消息 没有任何一个工作人员 公安 教育局 街道 政府 没有任何一个工作人员 这个期间 跟我们家属 有过任何的沟通 我们八点问教育局 学校吗 学校吗 教育局呢 八点问教育局 教育局后 我们正在挑救 跟我家属沟通一下吗 你们这些 你们这些 警察 总之啊 你们是来维持治愈 你们是怕家长到事 或者说怕这个事件 有这些其他失控的东西 你们的职责是这样 但是 你们这个职责 我们谁闹事了 你们始终站在前面 警察始终站在前面 我们是 因为意外产生的事 我们是患者和医 和医院和医疗之间的问题 我们没有人闹事 但是警察始终冲在前面 其哈尔是这种态度吗 领导来了 领导来了 跟这个打电话 一级一级的汇报 十几个孩子 压在体育馆下面 省长省委书记都重视 市长市委书记应该来 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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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个来的 当然再也没来 市领导呢 来来 走了 市长市委书记没来 市里的领导人来 来了一个区域 人大的领导 干啥吃的 他来了说 我没有医院 医生的变化 我沟通不了 这就是现在目前的情况 告诉我姑娘没了 我说 我说我们没看到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 所有的孩子都灰头土脸的 或者满脸是土布 是灰是血 我说你让我认一下 没准就 没准就不是我孩子 一个小时过去 还没让我认 一个小时了 还没让我进去认一下 关键那个人大的领导来了 说 说他刚接到这个通知 奇迹哈人在干什么 龙沙区在干什么 我们八点问教育 领导 你再干 领导 我说的这句话 我说的这句话 有没有一句无理取闹 有没有一句是无理取闹 我们是公安 我知道 始终是公安站在前面 区域领导 始终是公安站在前面 谁 你们 你们来了这么长时间 这里边有这么多教育局的 政府的 刚才就我进去之后 马上有一个政府的女同志 跟我进去 她不是去 她不是去帮我跟医生沟通的 她不是 这好几个家长都在那 她知道过去干什么 她看到我们要干什么 把情况随时要向领导反馈 这也没错 但是你们是不是应该 跟医生沟通呢 让我们家属是不是得知道 孩子到底什么情况 我是第二个 我是第二个告诉孩子 送来就没有什么问题的 你这多长时间 6点多 12点了吗 你看我抢救呢 现在血肉不见就没了 你们玩的 这都在干什么呀 医院在干什么 政府在干什么 就公安哪边的维持秩序 出这么大事 领导我没有一个出现的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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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也不出来 就死几个人呗 你们往处放 喝点水 喝点水 吃点二十都不算大会儿的 但是一些这种事情 要提前结婚 这种事情 像营营的 这种感觉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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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